所以我们刚刚做的动作我都有把它照相下来 而且我还要写一些东西 那我就没有不特别再重复了 上面都有写 其实主要重点就是说 这个比较什么呢 Excel VBA跟Python之间的差异 这是从我的角度去看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两者 就像刚刚同学问到有关R跟Python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的感觉有点像是 今天你是坐公车或者坐捷运 其实好像都可以大达目的地 只是说他们之间的工具是有差别 所以我强调它是工具 工具就是要解决某个问题 所以会有交通工具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软体工具 OK它可以帮你 但有些东西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当然Python有点像实相权能 它几乎什么东西几乎都可以办到 架设网站也可以 物联网也可以 影像变质师也可以 还有什么 现在用很夯 AIEZ也可以 深度学习也可以 OK几乎 然后甚至大数据分析也可以 画视觉画报表也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R可能我觉得它比较受限在统计分析上面比较厉害 但是其他地方可能它的用途可能就没有那么广泛 所以说学习工具 OK至少你会 可是以后你要搭公车还是搭捷运 你自己决定 对 那最笨当然用走路的 比如要走到台北车站 对 那当然至少要很久的时间 要不然你也可以用U-Buy 对 U-Buy可以骑车到那个 其实我今天本来是很想要 就是搭车中工具 不过后来还是想想 还是时间上面 自己开车过来大概三十几分钟会到 然后如果坐车的话 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我就想好不如就 下一次我可能还是会考虑用搭车的 因为搭车可以运动 而且可以 可是捷运站好像都比较远一点点 至少要走过十分钟 可是走过来也是十分钟 你搭车这一公里还可以骑U-Buy 骑到这边来 甚至如果早一点到你还可以多落几圈 对 因为我现在是欠缺运动 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要运动 OK 那所以一样的道理 这些都是工具 所以你可以像跟VBA比起来的话 因为VBA是要 Excel是要花钱的 那现在最新版是Office 365 他等于Office 365 那个365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365天再跟你收一次钱 没有我自己乱讲 以前是一次买断的 他现在为什么叫365 对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是要收费的 365是说 你每一次 时间一到 你只要再有费用 不然的话 你就没办法继续用了 OK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已经 学校跟微软已经买断了 所以就基本上你没有付到钱 但是以后如果公司要用 公司要付钱 你要用你可能要付钱 所以当然好的好处是说 他已经都帮你弄好了 所以你们之前学VBA的话 Excel打开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 这个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这个打勾 然后把这个再呼叫起来 你的那个visual basic就有了 那你上面其实就是一个专案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先建一个专案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要写VBA 就按右键插入模组 模组就module 所以其实 那个概念上面好像也类似 就是专案 然后模组 反正诶 程式写哪里 写这里 不过姿态小 在这边应该知道怎么设定 工具选项 有一个撰写风格 是把它放大 预设九号式 但是在python 其实大概差不多 所以有时候 我基本上就类比 以后的话 有些比较看得到的 我用visual 试一下 让你们比较知道 不然的话很多东西太抽象 我连解释 讲要讲得清楚 都不太容易 所以我会打个比方 比如visual 里面是什么状况 然后到python 又是怎么样的状况 你们可能会比较理解一点点 ok 那因为我刚好这两个环境我都熟了 所以基本上 交互 对交互 我希望以后 你说哪个工具好 反正你还是要比较出它的长处 你就用长处 你千万不要用它的短处 ok 就是说节长补短 那未来也有可能一种应用 就是说跨工具的使用 比如说我今天爬从python比较厉害 那我可以爬下来之后再丢给VBA 让VBA帮我去做后续的 因为我如果在excel里面用的话 或者是说你要排层 比如说自动化部分 好像VBA比较强 而且我就用VBA排层 然后去呼叫那个python程式 这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看哪个部分比较强 那你就是两边互相搭配使用 或者说你可能要统计分析 要画图R比较强 也许你就把画图部分交给R 这也是一种跨工具的使用方式 这个跟各位说明一下 ok 我应该可以理解 尽量反正我们就是活取活用 像这东西充其量就是工具 它其实说算没什么 那最重要就是说 我觉得未来比较缺的 就是说不是只会单单用工具那种人 你要会知道说这个工具要用在什么地方 能够用得更好 ok 而且能够跨 跨那个比较大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点上面 最好是能够全部连在一起 好 还有刚刚讲到说 你自己本身的background 你也可以看有没有办法结合 像比如说 像什么 ERP系统能不能加AI 可以吗 对不对 ok 因为ERP现在没有加AI 怎么加AI 谁知道 目前可能想做 但是 目前有人还在做 可是还在正在进行当中 ok 所以就需要有人怎么样 他会ERP 他又会Python 会AI 那这种人哪里少 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被需要的 那未来可能有公司 有新创公司 或者是新部门 会有这种新的工作需求 那也许就是你的切入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 ok 反正我觉得处处都是机会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你的机会在哪里 但至少你可以把自己 变得比较宽一点 而不是说越走越窄 反正我们通通都吸收 也许什么 所以A B C D E 这些都是方向 我后来发现A B C D E 跟之前那个鸿海 他们好像后来交棒 他们也在台上说明 说明他们的将来 未来发展的方向 跟A B C D E 还蛮像的 你看走来走去 不就是这些东西 才能够赚得到钱 不然如果你 甚至我说什么 什么都可以跟AI结合吧 对不对 如果蛋糕上面 我是AI蛋糕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很多东西就是噱头 噱头可以卖的嘛 对不对 就是用行销的手段 对不对 所以什么东西跟现在 当红的话题挂钩之后的话 那当然你就比较能够被看到 所以你们也是一样 你A B C D E 上面如果有多一些亮点 对不对 那相对的你也比较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人家愿意找你来 就是谈谈看 对不对 或许也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启动这个Eclipse 那启动之后的话记得 因为我们电脑基本上都已经有装了Java的东西了 所以不会出现 有一个刚刚同学有出现的画面 就是好像什么 你这个电脑没有装Java的环境 所以你要把它装一下 刚刚好像自己用电脑会 如果你发现说你的环境里面跳什么 你没有Java的话 我在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 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安装环境里面 这边有一个就是叫什么 JDK OK 那你就把这个装起来就OK了 这个是32位元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是32位元的 不过未来如果说你自己安装的环境是64位元 那你就装64位元 大概是这样子 可能会有那个版本的相关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设定 从这边Windows底下 这个Prefurnies这边 然后进到这边找一下这个路径 我是放低叠底下的这个路径 不过可能这个路径 因为之前放的位置 跟我们现在上有点不太一样 反正就找到这个Python.es就对了 用Browse 然后OK之后的话 这边东西就出现了 再来建那个专案的动作 特别注意 反正应该都长像这样 反正我把它框起来 应该就重点把它注意到 因为我想应该没有做错了 以后就是这几个步骤标准化流程 这样就OK了 再来在SRC上面 特别是关键SRC上按右键 因为刚刚有同学没有放SRC 那新增码就错了 就是差一个步骤 那其实 我比较少遇到这样的错误 是因为我都固定这个动作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你们那个问题 所以有些同学问我问题 我也还是黑人问号 为什么 我不会这样做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 我怎么告诉你 对 就这样说你怎么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要怎么当坏人 我没办法 因为我是好人 所以 我没办法教你当坏人 OK 所以你做错了 对 那为什么做错 你问我 我只能够想象说你为什么会做错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你如果标准化动作 你就不会做错了 那你基本上就会弄得很顺畅 基本上我是弄得很顺畅 因为我都照标准化动作 OK 所以如果你要 以后要把这个程式写好 请特别注意 对的动作做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乱试 OK 不要乱试真的 因为怎么试都错了 OK 对的一次就对了 所以你要把你做对的那个步骤留下来 哪怕是画面 哪怕是什么笔记之类都OK 就是不要做错 因为程式一定要100分 只要你遵循我讲这个方式 你写程式应该会很顺利 OK 然后我也会把我写好的程式放这边 你如果写错 Ctrl C 有没有 上面这一段 你把它Ctrl V 你贴到哪里呢 贴到你程式里面就OK了 所以反正把它关掉了 那我再把它Run 起来 基本上的话应该就OK了 在这边拍 然后把它执行起来 OK 那所以呢 我将来一样也会把我写好的程式 把它贴到下方 所以你们将来找一下程式 然后再来的话 要说Run 会比较慢 贴上 再来底下的话 我也要看不关掉 刚刚的程式就在这里 你可以关掉之后 下一次展开这边 它在SRC的下面 这个就专案 SRC其实它应该指的就是一个package package 就是它应该也类似一个资料夹 但是它实际上名称叫package 它是一个套件 在套件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module 所以记得以后按右键 你就new什么 new那个module就可以了 反正以后写程式就是 一直new下去就OK了 我想你知道考试也是一样 你就是new 然后打开它就OK了 那程式如果不OK 我是建议你就是拿我刚刚这一段 Ctrl-C 我现在应该也不用Ctrl-C 将来如果很Ctrl-V贴上 Run一下 Run的话上面有个Run 然后你OK就好了 OK它就Run出来了 不过姿态小怎么办 其实姿态小有几个方法 一按右键 这边一样会有个设定 Prophages 这边 然后你就是点击它 这边有一个路径 有个Color and Forms 有个Basic 有个Test Form 点两下 打开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设定 那个什么呢 你的字的大小 OK有没有 姿态小14够不够 按OK 然后Apply and Close 好 字放大了 看懂意思吗 对 不过如果你忘记没关系 刚刚那个动作可以忽略 因为我本来是教大家是这样 按右键 从这边去设定 但是很多同学说 老师再来 我就找不到了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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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点两下 但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 没有关系 教会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Ctrl 键再加一个加号 Ctrl 键在这个简号 这样会比较简单 OK 所以刚刚那个方法 不会没关系 这个方法会就好 而且记得 Ctrl 键请你按加号 不要按右边那个加号 请你按上面的加号 OK Ctrl 加 Ctrl 简 请你按键盘中间的 不要按右边那个加号 你按右边我记得好像这个没有 如果你要按右边 先要多一个Shift 好像Ctrl Shift加 也可以 Ctrl Shift- 如果你要按右边的话 就Ctrl Shift 这样应该OK 这个方法很方便 所以以后开发就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输出的结果8 可是你想说 老师这个8看起来不明显 可不可以帮我串一个字 什么字呢 H 你就叙述一下 比如说加总结果 加总冒号 加总 不过你会发现 冒号 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串 跟这个变数串的话 你要再加一个加号 那VPA是用End 不过这边是用加号 然后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执行的话 它会有几个错误 有两个错误 什么错误 我先弄一下 看一下 一 这边呢它会出现什么 unicode的问题 什么unicode 其实就是内码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Windows Windows是微软的 微软呢很奇怪 它就是怎么样 它就是不要用UTF-8 所以变成说呢 你如果用Windows开发 会有UTF-8的这种编码问题 那怎么办 要不就是说 你换成用苹果电脑 因为苹果电脑用UTF-8 不过苹果很贵就是了 OK 我有时候苹果 如果你们去面试或 让你修一点东西 拿苹果的话 感觉质感就不一样 OK 当然如果假设 没有啦 这里当然只是 每个人的不一样 OK 好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必须怎么样 把我们Windows的设定改一下 记得 在这边一样的Privacy 这边 改成什么 改一个地方 改哪里 这个 本来我们是 改 刚刚是改这边 不是 改最上面 这个General 里面 请你找到Workspace Workspace 其实是工作区 工作区的话 它D4 这边有一个Test File Encoding 就是它的文字的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编辑器的编码 encoding就是编码方式 那预设是 用MS950 其实就微软的 MS Mingleshop 950 就是它的编码的编号 就是我们一般叫Big5 Big5 然后呢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叫做UTF8 OK 大概就改这个地方 改完之后的话 一样 就把它Apply and Close 这样就OK了 那么来看一下 Apply and Close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我把它改码 所以它现在变乱码 有没有 加总 本来我们输入的时候 是用Big5 现在你改成UTF8 它就变成它对应的位置不一样 就变成 那怎么办 没关系重打一下 所以这个当然 没办法再打一遍 加总 OK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那刚刚本来是秀什么 语法错误 没有这个UTF8的code 这个叙述 那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刚刚改了这个问题 错误的讯息又改 他说 不是编码方式错 第二个错 所以这一题会 加了这两个字之后 会发生两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在哪里 他说TypeL Type是资料形态 L是错误 所以以后 慢慢你要看懂什么 他给你的错误讯 如果你错误讯都看懂的话 其实你以后很快 都可以把程式修正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 他下面后面有讲 他说 你可以 把两个字 两个东西串在一起 只能够是两个什么 SRT SRT STR String String 是什么 自串 也就是说 你这个是自串 有没有 这边是自串 可是后面这个是不是自串 不是 所以如果你要串在一起 他意思就是说 Not INT 因为它这个是INT 就是整数 有没有 它这个输出应该是8 那怎么办 他说你必须把这个给改成什么 自串 那怎么改 很简单 S 在外面包一个STR 前刮壶 再一个后刮壶就好了 这个叫做 转换资料形态 意思就是说 它原来是这个8 对不对 那可是你要串接呢 你必须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双引号的8 有没有 这个是自串8 这个是数字8 看得懂吗 跟各位讲 非常重要 因为程式一双看不出来 都是8 但是字串跟文字就是不一样 OK 很多人就是错在非 不只是Python 你说Esser里面也有同样的概念 Esser里面很多 你奇怪 为什么比出来 结果不对 原来你给它的数字 查出来可能是文字 那两边不match OK 所以特别是要转型 好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两个问题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你们刚刚写好的东西 这一串程式 我加了 加总冒号 但是会发生错误 那怎么办 请你在这个 这个地方 云端上也有 General Walkspace 改YouTube Apply Close OK 二的话 就是再怎么样 把这个前面加一个 STR 把它Stream 转型一下 这样就OK 应该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切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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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